台北市所有其他11個行政區也都有案例 所以現在對整個防疫的概念 你要當作說它隨時都有可能出現 也要當作說你的朋友親友都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為什麼在現階段做疫調已經沒有意義 因為在這上面說幾百例 特別說我們台北是一個生活圈 所以那個疫調的足跡已經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在現階段 政府再去公佈足跡 或是說公佈哪些地方是要租有沒有意義 因為反而是它沒有公佈的地方 也沒有保證它是安全 因為目前這麼多的確診案例 做疫調做足跡已經是沒有意義 可不可以在現階段 所以我們平時企業的設計 撃過什麼機器